主席 比照上次内政委员会的会议 那罗委员必须要答复 所以你就问吧 好 那我就请那个罗委员长 请罗委员长 罗委员长 罗委员长你好 那个 刚才我就是盟长委员会 大概可能就要准备 熄灯了 你们那个什么时候 盟长委员会什么时候这个结束 我们预定的期程是 明年一月一日 但是因为组织法还没有通过 所以现在还不能很确定 现在还没还不能确定 就是说这个将来 罗委员会 如果这个结束 这个打烊了之后 那我就 那你就是专任的政委委员了吗 其实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的这个职务是院长 好这边指派的 所以我会不会去任 或者是以后怎么样 事实上我会不会做到明天 我都不知道 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盟长委员会 如果结束的话 你就不见委员长 没有委员长了吗 那你就是行政院的政委员 也不一定 说不定就没有工作了 也许派别的工作也都不一定 应该会细认啊 很难讲很难讲 这个我看政委员应该是不会 不会改组吧 很难讲 好我我这样了 我这边看了几个盟长委员会的报告 我觉得盟长委员会现在几乎都是在做亲辅会的业务 青年辅导委员会的业务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台湾跟大陆盟长青年的交流 不是这个今年年初开始我们这边的大专青年的协生到什么内蒙古访问 然后就是这个对岸的这个大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什么大专青年 然后到台湾来访问 这我们有一部分工作是这样 对 那现在还有这个你们那个7月7月4号到13号 办理这个台湾大专青年赴大陆民族宴校 一文参访交流团 你们去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 北京市等地 这个希望促成两岸的这个一文的交流 那这个部分你们那个学生是怎么选的 17名青年学生 我们是公开招选 公开招选 是 有没有包括这个东华大学的 花莲东华大学那边有原住民的青年学生 有甚至原住民好像还是我们评选的优先的顺位 优先吗 有发函给他们 对我们有发函给他们 但是没有人报名 JT没有人报名 没有人报名 JT次的没有原住民报名 很可惜啊 这个两岸的民族青年交流 是很可惜 如果原住民青年有能够在在里面参加的话 那也能够让这些青年能够了解大陆 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 对但是另外一团有 另外一团就是前面7月3号到12号跟7月3号到12号 对那个团有我们总有三个梯子 刚刚委员讲的是这个英文交流这一团 那你们都是派 你们都是谁 这个我们这边主团到那边去访问 都是谁 谁这个当团长 有我们的同仁又基金会的董事长 总是有一个团长吗 对都有团长 团长团长是谁 就是我们大专青年的学生到那边去访问的话 有三个团长 我们这里的团长是谁 一位是我们主秘 一位是徐参事 都是盟障委员会的这个你们的同仁当团长 还有一位是基金会的董事长 廖董事长 还有一个基金会董事长 盟障基金会 盟障基金会的董事长 好那那个现在如果说大陆 现在我看你们十一二号到九号 现在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大陆藏区民族宴校青年来访 这个交流活动 邀请了大陆西北级北方民族大学私生一行三十人来台 那这个现在目前还在台湾访问吧 对 这个这个有没有安排一些什么这个跟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来往 应该是有 我们几乎每一次都会有 我们这一次就有吧 这一次来是只有大学的大大学院校的交流吗 还是 有到九族文化村 好我们几乎每一次的活动都会有安排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的一些地区 都有安排 有九族文化村这一次里面排的 然后你们在十月几号这个十一号到十二号到十八号 邀请国家民委的相关人士来台七位 那个这七位这个是下个月要来 那你们有没有安排让他们国家民委的跟行政院研民会有些接触联系 有啊有会去拜会而且还会还会去台东高雄屏东去参访原住民地区 就是我讲这些哈就是说你们这些都是两岸青年的交流 啊两岸青年交流这个都是大陆的呃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来嘛 民委的话是他们的那个相关的官员 你认为国家民委哦 国家民委跟我们行政院研民会还是跟盟障委员会交流啊 他们应该是比较适合是哪哪一个单位跟他们国家民委交流 我是认为都要我们是希望他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总希望他在短短行程里面能够接触到我们很各方面的原住民文化或者是不同的 但是因为你现在盟障委员会已经要并到陆委会去了嘛 是 我认为国家民委应该是跟行政院研民会要多一点交流了 是我们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也希望甚至我们还有时候希望合办 你们那个盟障委员会安排的哈应该是说不是只有你们盟障委员会的应该要多让他们跟原住民地区还有研民会多交流啊 是非常认同 我们每一次几乎都有安排蛮多的一些跟原住民交流的活动 对你们还十一二十七号到十一二十八号你们还要办一个两岸民族学术研讨会 是 这个邀请他们到台湾来访问 那这个是在哪里办 在台北 台北办 是你们盟障委员会主办吗 是 是委托政治大学 我们委托盟障基金会 就是说费用什么都是我们提供的 盟障基金会事实上人不多 很多都是我们同仁去兼任那边的职务 所以我们说是委托他们办是因为他们也要有一些事物要去推动 所以讲起来是我们在做大部分的工作 那个行政院研民会他们好像最近也有跟国家民委他们有一些接触了 可能也是我们安排的 事实上我们也有这个机会也有跟国家民委有接触 事实上我们那边也有很多朋友 对我觉得这很好啊 那他们来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没有想到找我们几位立委吗 比较比较熟的立委 跟他们比较熟 我们有邀请过可能委员太忙了 可能我们有邀请过 好的这个 每次国家民委来也有邀请 这个这个这样这样这个我是蛮 就说呃 你们推动了很多的活动 啊 我是看报告才知道了啊 但是这个呃我是希望说这个也也让我们这个通知一下我们几个研住民立委好不好 好 让我让我们有一点参议感 好 好 好 啊 这个其他请回委员长你先 这个研住民族自治法啊 刚才我听那个郑天才委员讲了 那当然当然我是赞同他的看法 那研住民族自治法我们已经在立法院这边已经讨论了快三年了 好 这个这这一个是我相信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啊 陈水扁前总统他也是支持研住民族的自治 马英九总统他的研住民族政策白皮书 也是第一条 事办研住民族自治区 后来呢 我们就把他这个列为严优先法案 包括我们国民党团 也把这个研住民族自治法列为优先法案 那为什么最后呢 没有办法通过 我前面讲了有很多的问题 我一直以为啊 研住民族自治法 没有办法通过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研住民立委自己的版本不一了 啊 有些委员他是比较理想版 啊 像我的版本是比较现实版 啊 我会兼顾到整个我们 呃 台湾 已经是一个 呃 这个多元民族啊 混居在一起的一个小岛啊 但是我觉得 研民会他也 行政院 也提出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看法 就说这个自治法不是一个实体的自治 而是一个虚拟的自治 当然外面的团体都反对 啊 他说没钱没土地 啊 没有钱没土地 但是行政院我觉得说 他提出这个版本是比较负责任的版本 就在台湾 可以实行的可行的研究民族自治法版本 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所谓的空间或土地 但是他有实质的自治权 我觉得这这个这个办法既然是行政院提出来 就应该是可以把它来推动 后来是卡在哪里 不是不是卡在行政院 是卡在立法院我们研究民委员的版本太多了 啊 有的是比较呃要要这个要要要更更更上呃更上上层的 像像联合国那种啊 这个这个那有的是比较坚固现实的 我觉得当时这个版本没有办法顺利通过 是我们严住民委员在内政委员会里面 我们都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第二个当时为什么没办法通过 总统大选啊 啊 总统大选大家大家谁谁谁会签了啊 那我们希望国民党虽然虽然早点想想要早点过 民进党说这个不列入协商 因为这个自治法如果通过的话啊 可能会便宜马英九啊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实实际上的考虑 但是现在我很遗憾的听到说啊 我们这个自治法啊 在在听说是在你任内啊 等于是又回归到严点 你要严民会要跟我们各县市政府去协商 自治法你要严民会的孙大川主委要拜托 每一个县市长说啊拜托支持 县市长怎么可能会支持啊 那县市长对这个版本的内容也也不知道 对于我是觉得说你们等于是说我们已经到了 已经快二读的地步了啊 快二读地步 到最后呢 你又要求严民会要去跟各县市长 要去那边去各个各个去协商 我觉得你这个是把他退回到严点 报告委员我可不可以说明一点 其实我没有这个意见是院长的指示 我觉得陈冲院长就不应该这样做了 他怎么可以要求严民会的主委去跟花莲县的县长谈 台东县的县长谈 应该是说这个是行政院的政策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很现实的务实可行的版本 我们就来就来就来通过 也不影响他是县市长的前线嘛 所以那个当时是双轨并行的 也就是县市长的这个行政辖区 他的前线还有 严住民市地外走一个自治区 我们的自治区的也有这几个版本 为什么我很遗憾的听到 说什么你要严民会的主委 这个还要去跟各个县市去沟通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十个三地乡 二十五个平地乡正式 我觉得这很遗憾 你们是回到严点 等于让严民会主委 给他一个根本做不到的一个 然后你们就推来推去的 所以我觉得最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那个四条的关键 应该说在你任内 你当政务委员的时候 你召集我们各部会 县市政府来协商 你来召集 因为你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把这个四条 大家有什么意见 讨论好了之后 再送到立法院